这就是我们的都鼻穴 足阳明卫经上的都鼻穴 足阳明卫经都鼻 都嘛就是流鼓 这个穴为什么说好找呢 你看一讲就知道了 它的定位说 屈膝在膝部 冰谷与冰人带外侧凹陷中 又名外西眼 实际上很好找 你看我们就是外西眼 你一坐下来弯膝盖 你看这一边有一个窝 这边有一个窝 这就是外西眼 这就是内西眼 它叫嘟鼻穴 两边就像那个小牛的鼻子一样 所以叫嘟鼻 嘟鼻 出生牛犊不怕虎 嘟鼻穴 应该严格地说应该读嘟鼻穴 我翻译不太标准 好 这个很好找 我就不再细讲 我们来看看它主要是干什么的 嘟鼻 嘟鼻 它就膝盖痛肯定是 对吧 屈身不利是哪里 肯定是指腿 腿的曲 弯曲啊 身啊都不太利索 有时候上楼梯下楼梯啊 疼痛啊 走不动啊 下肢 马痹 等关节 膝关节的疾病 反正膝关节疾病 就可以直接找这个嘟鼻穴 那么咬法非常好 那么咬法非常好啊 你把它咬的这个 直接放在这个 完膝盐上去咬 效果会非常好的 非常好 那毒鼻穴配什么呢 配西洋关呢 竹三里啊 阳灵泉啊 对于膝盖和膝盖下边的疾病 效果都很好 很好 配梁秋 竹三里 阴灵泉 自吸关节炎 专门治疗膝盖的关节炎 膝盖的肿啊 疼痛啊 肌液啊 效果非常好 你把内外吸盐都配上 那效果会更好 效果更好 那配上阳灵泉 配上尾中穴 陈三 能够心肌活血 治疗 冰骨 下边的一个疼痛 脂肪垫的省上什么的 就是冰骨 就是膝盖下面的疼痛 效果是很好的 配这些穴位 大家看 基本上都是配着附近的 经络 相通的穴位 或者膝关节周围的穴位 治疗膝关节疾病 用咬法效果很好 那么我在用我们其咬 加上 这个 这种配血 在临床 有很多 不能走路 走得不方便 甚至要去做手术的 那么通过这个 埃咎的方法 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有的自己能够 下床走动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